中国在新能源这方面的发展越来越快了 现在这两天在中国新疆开了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 欧洲这里新闻媒体怎么评价 还有和我们这边的进展有什么区别呢 欢迎欢迎各位朋友 没错 我是第一位小伙子 当然先到学习德语的时间了 今天的单词那当然就是 就是今天的话题了 欧洲和德国这边的专家政治家都说了 我们必须要搞更多新能源 但是其实发生的做到的并不是特别多 那中国在这方面又不太一样了 中国又是说到做到 前两天在中国新疆沃沫沫齐附近 就开始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太阳能发电站 为什么这个发电站有这么厉害呢 来点数据吧 这个发电站重面积有8万多公顷 就是Hektar 这个相当于比德国这边第二大城市 韩宝还要大 这个发电站在一年的时间内 可以撑上60多亿千瓦小时的电 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非常夸张 它只是一个发电站 如果把它拿到巴布亚 那星期内啊这个整个国家的电需求量就搞定了 他们那个国家还是有一千多万人 太夸张了吧 那这个发电站的计划就是把在新疆 产生的这些电这些能源 发到中国的东部 就是中国人口比较多 然后电需求量也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虽然说是一个很复杂的很贵的事情 但是还是很值得 还是非常厉害 但是这个还没有结束 你们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唯一一个新能源方面的项目吗 非常非常多了 特别多可能没有那么大的 但是全国各地都在重新修这些发电站 所以说这个速度还是非常难想象得到 因为在欧洲这里 他们平时说的比较多 想做的比较多 但是真的做到真的事先的项目 远远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中国的这些那么大的 又在公园里面光着 那当然欧洲这边的专家和政治家的翻译也来了 他们觉得哇太厉害了 原来你这个新能源的问题可以这么有效的 有效率的这么快的解决 那欧洲这边要是想搞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我估计可能要花很长很长时间 要计划很久 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批准和许可证 然后可能计划都要计划好几年 然后建起来秀起来也要很长时间 有可能会延我当我特别久 然后有可能这些费用和支出也会疯狂的涨起来 反正会比较的乱 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和德国这边 欧洲这边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在很多事情上面 中国效率还是要高一些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中国说到做到 然后欧洲这边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商量讨论计划 就会把这些进度搞得非常的慢 下午了 到了下午咖啡的时间了 没错 我的朋友们下午咖啡时间来了 我的朋友们今天这期视频又差不多到这了 现在我想消费 你们觉得中国在这个环保和新能源 做的精湛够不够多呢 我现在还要去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今天就是欧洲这里中央政府的选举 这两天欧洲这边所有的国家 就是欧盟国家可以选这个中央政府 这两天就有差不多4亿欧洲人可以参与 参加在这个选举里面 当然马凯也不意外 我也要去选一下 投个票 那朋友们今天这期视频 如果你们觉得还不错 还有点意思的话 那你们就在视频下面 别忘记来点个赞 评论一下 分享专发给你们的好朋友们 最重要那肯定就是 最后第一位小伙子马凯的账 非常好的 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今天和每次的观看 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马凯说了再见 我们在下一期视频见